大家好 今天是我吃素的第一天 那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槟城最出名的九王爷蛋 OK 现在要准备出去了 去解决我的brunch 因为今天我自己先开始吃素嘛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九王爷蛋吃素的节日 在槟城是非常大的一个节日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信奉九王爷呢 首先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许愿的节日 就是你可以在吃素的这十天之后 就像九王爷许下一个愿望 两个愿望的话 多少个愿望都可以 但是就是你这十天一定要非常浅诚 吃得非常干净 像真正的素食者一样 就是完全不碰肉 连锅碗瓢盆都是得用心的 也不可以碰过肉的 然后还有等等的一些规则跟经济 然后后面慢慢给大家看 那目前我已经吃了两年 就每一年的九月初一 吃到九月初九 总结的感受来说就是 我许了两个愿望 一年许一个 两个都实现了 Oh my god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相信它的理由 当然还有种种理由 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槟城人那么重视这个节日 因为真的很多人的愿望都实现了 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宗教 然后请大家不要语言攻击我等等的 就不管怎样 这一个只是求个心安嘛 如果你相信那就相信咯 如果你不相信 你也可以不相信 ok 我现在就要外出 然后送弟弟们去上课了之后 我就去吃我的brunch 然后顺便去买一些过往调破 我现在就好 你这个人 只是得了吧 我从来看 你来的 你贴在这个东西 我现在そ本来就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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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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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